各位责任业者先进,大家好 今天这部影片要来跟大家介绍如何进行零申报 在开始教各位怎么操作零申报表单前 先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进行零申报 有些业者认为自己前两个月都没有制造也没有进口 那是不是就不用申报了 但实际上根据法规的规定 每单月份要申报前两个月的营业量 所以即使没有制造也没有进口还是要记得进行零申报 了解什么是零申报后 接下来就开始教大家怎么操作零申报表单 进入营业量申报系统后 首先要在左上角登入账号 账号为公司的桶边 密码为公司当初事情设定的密码 登入后点选右上角的营业量申报 进入营业量申报页面后 申报表列别选择零申报 申报级别预设为当期 如果需要补申报可以选择要补申报的级别 随着没问题后就按下开始申报营业量 进入零申报页面后 页面上可以看到所有登记的材质 假设干电池和资讯物品没有营业量 就勾选干电池和资讯物品 确认没问题后就按下确认零申报 按下后页面上方会跳出警告视窗 第一个视窗 第二个视窗会告诉你有完成哪些材质的零申报 确认后就按下确定 这边要提醒 所有登记的项目都必须依规定完成申报 如果想要知道有没有申报成功 可以点选画面右上角的申报表列印 点进来后可以看到刚刚申报的资料 点击右侧的申报表列印就可以看到刚刚的申报明细 基本上线上环保署不会要求业者寄送申报表 因为线上申报后 环保署就能够看到业者的申报资料了 但如果公司的会计想要存档留底 可以在申报表列印这里列印过去的资料 因为是零申报 所以如果点选画面右上角的列印缴款单 进去后就会看到刚刚申报的资料 右侧显示无需列印缴款单 完成申报缴费作业后 记得在右上角登出系统 以免公司机密资料外写 有关零申报表单的操作说明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有其他申报表单的操作需求 可以分别参考各个表单的操作说明影片 以免公司机密资料提供